刚刚结束的新加坡鲁鱼比赛 咱们来看看那些特别漂亮和丑得很特别的鱼都得了什么奖 首先登场的毫无疑问是我们的全场总冠军 他的夺冠宣言是 咱们再来听听专业裁判对他的评价 首先说他这条鱼从塞盖到尾饼位置全部红掉了 就这一点就非常难得了 而且它的完整度非常的高 红龙的特征就是红 它足够红 棋尾足够大 油脂足够霸气就已经赢得大家的当心了 那我很好奇的一点 就是像这样子一个表现的鱼 而且拿到总冠军它能达到一个什么价值呢 这条鱼的主员我问过了一下 这里是新加坡 大概的新币又会说那样子 总结下来就两点 底色真红 长得真大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基隆组的冠军 这么多人围观 看来还是基隆更受大家欢迎 这条鱼很不大 我们现场看能够清晰的看到这条鱼 有特别漂亮的底色 一环一环的 外面有金框 底下是蓝底 它的金框很傻很重 而且它蓝底的面积很大 也很亮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之一 另外一点 这条鱼的棋尾整体的协调性都非常的理想 那它这个的价值的话会有去到多少呢 这条鱼我觉得也要在几万新币吧 如果你觉得谈钱太俗 那我们来看看这条金钱无法衡量的特殊组冠军 这是一条变异的鱼 它属于一个变异的格子 白金熊猫眼 这个很少见的 特别少见 所以它才拿了这个组织的冠军 确实够特殊的 那么问题来了 鱼友们觉得这条鱼算是金龙还是红龙 它已经拿过好多是冠军的这条鱼 像这种又稀少又美的鱼 确实很难得很难得 像这么特殊的一个冠军鱼的话 它的价值会去到什么一个地步呢 这种鱼的价格我们很难用原意去表达 因为它太稀少了 它也打破了市场常规的定价规则 所以没办法去给它定价 那这个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 你懂的 对对对对 如果这些龙鱼都满足不了你 那么接下来这条一定符合你的胃口 这个嘴是啥意思 咬鼓意思 它这嘴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披胎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一个变异 就还是带黄的时候它就出现 出事的时候就有了 这有没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这个鱼 笑口长胎 笑口长胎